王菊说他是欺骗了台湾人的善良 这无疑是定性了 他是网红乍捐 这做的不对 大家好 我是China Bruce 我也是王菊的粉丝和一个YouTuber 这次发表这个视频呢 有两个目的 一是看了王菊做的关于离谱事件的视频后 我 我有些想说的话 二是想蹭一下热点 多一些粉丝 其一呢 王菊指出 That Jake 说在北京看病 实际去了在河北 路道培医院看病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信息差呢 我觉得有两种可能 一是这医院离北京很近 在地理分布上 北京本来也就在河北省的内部 那他忽视了视频输出信息的准确性 无意说成了在北京看病 二是他故意说成在北京看病 北京是大城市 消费高啊 更能博取网友的同情 那其二 王菊指出 Jack在做视频时 拍医院交费的单子 但是没有让显示单子上的金额 我觉得这是Jack做的不对的地方 那这也有两种可能 要么他疏忽大意 要么是他故意为之 其三呢 王菊指出 Jack说治疗其母亲的病要170万 太多了 那王菊说在国内治疗白血病 50到60万就够了 我认为Jack可能是指 想要了母亲得到最好的治疗 所需要的费用 当然也存在 他夸大所需治疗费用的可能性 而王菊说的可能是治疗该病啊 通常可能会花的钱数 那其次呢 王菊指出 Jack视频里收的打赏 都应该被看成捐款 而Jack却说呢 这是他做视频赚来的钱 我觉得王菊和Jack都不对 第一 Jack做视频的目的是什么 外乎两点 一是记录生活 二是要赚钱 那就像王菊做视频 一是能让世界看到王菊所说 二呢 也是要赚钱 那如果不付出努力啊 去录制视频啊 又怎么能够赚钱呢 Jack这做视频是有曝出的 如果他在视频里没有提 让看视频的网友啊 给他打赏捐款的话 那这些钱呢 就不能被看成捐款 只能被看成打赏 那如果他提了 让网友帮忙打赏 捐款给他 那这些钱就必须得 被看成捐款 那王菊说 他是欺骗了台湾人的善良 那这无疑是定性了 他是网红乍捐 这做的不对 这做的也不对 他想做视频挣钱没毛病 但有大量的打赏出现时 就应该想一下 这究竟是打赏 还是捐款呢 那其实事情很简单 那当他发现有大量的视频打赏时 他应该找一个官方捐款渠道 并且做视频官宣 如果网友要捐款 就去官方的捐款渠道 并且他要指出 想要募捐多少钱 最后供收到捐款多少钱 和事后对捐款的处理办法 那同时呢 也要说明 在他视频里的打赏 不被看成捐款 那现在的情况是 他以为自己是做视频挣的钱 那有些网友呢 却认为 他挣的那些钱呢 是靠卖惨 咋捐来的 那在我看来 他的错误之处就在于 没有设置官方捐款渠道 而他呢 自始至终 没有向网友展示 他收到了多少打赏 那这大概是他认为 这是他赚的钱 是他的隐私 其实我觉得 他展现一下 收到了多少打赏 也是应该做的 那毕竟 就算把那些打赏 看成是他挣的钱 那也是网友在同情 他母亲的病情下 给他打赏 那既然这件事情的舆论 已经起来了 网友不是要看吗 那就豪爽一些 真诚以待 毫无保留脱光 让网友看 把一切都发出来 这也算是对自己 对网友的一种交代 一个人一件事 不管好坏与对错 只要真诚 那么真诚这一点 就值得人们点赞 那我们应该从这个事件上 汲取教训 如果以后 还有靠这种 记录重大疾病的 这种视频 来赚钱的博主 那就不要随便打赏 如果你是自愿 自发去打赏的 那就不要管 人家总共收到了 多少打赏 或者挣了多少钱 还要以后怎么花 那另外呢 以后若有相似的博主 也应该注意 要捐款 就要挑明了 公开 公正 透明 不要再闹出这样的事了 我的话就说到这里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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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